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原唐善书 事态迷失于省觉 主著先佛为张国老先翁 第三五章 人心道德的省觉 张国老先翁将 现今之人在道德的修养上 不但比不上以前 可说是越现越深 欲迷失欲远矣 在各方面可加以了解 像行车就没有礼让的美德 开车者只要认为自己方便前进 有路就钻 不一先到后进的原则 超车 闯红灯 走偏差道 就是为了自己方便向前 那些遵守者活该 慢慢等好了 这就是缺乏道德的写照 又如果寓与天或交通不便 应该慢下来 以免水见行人 但却不管 反正我车能及时过去就好了 管它水见何人 这就是缺乏了人的美德 再者 平时生活为了方便 热色到处乱到 水沟或是空闲地 都如此 一旦下雨就因而淤色了 使得水不通 满街积水 苦不堪言 这都是平时缺乏功德心 日积月雷所造成的结果 怪谁呢 都得怪平日缺乏功德心之人 所使然也 是以平常的缺乏功德心 造成多少人的痛苦呢 如此之泪 言之不尽也 所以事态道德的低落该行刑 可免事态日益沉沦 变本加厉 难以收拾 盼世人多修为自己的道德 利己也利人 免之 由于现在道德低落 许多家庭不和 小孩不听话 愿此本善书 事态迷失于省觉 可以让大家知道 要如何落实生活修道 望大家可以求修大道 亲口吃素 持戒功德大于不失功德 希望大家要替自己 生前筑集灵修院 与超把祖先 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可永托轮回 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进入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轮道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 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欺 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 现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 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 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 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世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筑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 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集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拿谋弥勒尊佛后 回向愿往生净土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财不失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注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